现在赖清德面临到立法院三党不过半 他更是要表现出 我赖清德和过去的陈水扁和蔡英文一样 都是敢于对抗大陆的 所以你们这些支持者务必站起来 保护我赖清德 对付那些轻中卖台的国民党 还有民众党 来了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们看到日前5月6号 这个大陆的海景 又在这个夏京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查了 这回是非常靠近台湾所谓 京门地区的这个 应该说不是靠近了 是根本进入了 台湾方面的片面所化的 这个所谓静止水域 那么距离京门 可以说距离是四海里都不到 那台湾方面当然是大肆炒作了 我们看台湾海巡部门 也特别声称 说派遣了三艘的这个巡防舰 来平行对应 说这样就能够拒止大陆船队继续航行 当然实际的状况 是这个双方对峙了一个小时之久 大陆方面也并没有因为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拒止 于是就立即离开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完全是台湾不自量力 在那里搞这个大内宣 也是所谓洗脑兼渔民 因为这个话 当然是讲给台湾自己人听的 我们知道 过去大陆海警就曾经到金门的邮轮上登舰半个小时之久 等到人家大陆海警都走了 然后台湾海巡才姗姗来迟 我们都不禁怀疑是不是根本 看到大陆海警来 所以就暂时不出来 等到人家走了以后才到了现场 然后反正也还可以交代 说你看我都有来 我还是有来所谓的办行 问题是后来我们看台湾海洋委员会的主委管碧林就更加的去夸大 说所以大家不用怕 以后在金门海域又碰到了大陆海警 大可以拒绝受捡直接离开 结果就被质疑说 那你台湾民进党当局明明就没有那个能力排除大陆海警的执法 还要台湾民众的自己可以去对抗大陆 可以不用嗅嗅大陆 不用怕他了 你这个是让台湾民众自己去推卸责任 承担风险 所以台湾海巡部门也有这个压力了 那一定得要做点动作了 不然怎么交代 所以后来你看每次大陆的海警靠近了台湾的所谓金门海域了 甚至进入到这个境限制水域了 就派一些巡逻艇去办行了 或者是广播驱离了 然后再拿这个自我吹嘘 说你看我们海巡部门 台湾海巡署霸气驱离大陆海警 实际上根本他不交代 台湾方面都是慢慢拍才到 而且在那对峙了一个多小时 人家也没有被你驱离走 所以我们说这个民进党当局 一直以来他就是在那里搞洗脑 而且有一个我们一定要把它讲清楚的 那就是你整天听 这个台湾媒体也好 民进党当局也好 一直说大陆越界 大陆亲门踏户 亲门打火 那么很多台湾民众 他不明就里 他以为说对呀 大陆怎么这么蛮横 你大陆自己先跑到我家来 你先亲门踏户了 是你不对 你越界 问题是谁越谁的界 你知道金门海域和大陆的厦门 还有泉州 这个海域是重叠的 完全重叠 在历史上本来就是大家共同的渔场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 我们先不去讲两岸同主义中 你就讲好吧 现实当中目前两岸是不同的志区 那么就算如此 你从金门画二四海里 或者你就画十二海里出去 你也和大陆方面厦门画过来 泉州画过来 是完全重叠的 因为大金门的水头码头到厦门的五通码头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小三通 根本只有八海里 那么小金门最靠近厦门的地方 不到三海里 所以整个大小金门都在厦门湾里头 你要怎么说谁越谁的界 所以台湾方面老是说大陆越界 以此来合理化 自己就可以对大陆渔民无限欺压 实际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这个就跟所谓的海峡中线一样 海峡中线是当年美军 害怕蒋介石天天要反攻大陆 所以他要控管台海的冲突 要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遵守 你如果越过了海峡中线以西 我美国不承担风险 我美国不负责 是这个意思 当年是控管台湾 不要飞往大陆那一边的 那么现在台湾整天讲海峡中线 这压根跟大陆没关系 是美国人话的 你要大陆怎么承认呢 就像我们说这个金门的什么禁止 还有限制水域 所谓净限制水域 这也是台湾自己画的 你根本没有跟大陆磋商 那大陆跟你是重叠的 为什么你说了就算数呢 所以我们应该说 大陆海警过去没有强势的 在这个夏京海域跟台湾海巡去对质 没有去深入较真 到底我们的这个区怎么画 那是因为大陆善意 算了算了 让给金门随便 可是你台湾不能坐倒过来 你不但是狗咬吕洞宾 不是好人心 你还要倒过来恩将仇报 还要欺压大陆渔民 然后骗台湾民众 说是大陆越界 这个就是不折不扣的抹黑了 所以现在大陆海警 当然他也需要出来常态化巡航了 他要保护大陆渔民的安全 他要保护两岸船只的安全 还有现在大陆也讲了 金门的供水 金门的用水都是我大陆泉州向金门提供的 所以从福建泉州到金门的供水的管线 我们也要出来巡视巡视 不能让它被破坏了 所以我说民进党当局不去思考 怎么样好好的善了这个恶性撞传事件 到现在还在那里一门心思的 觉得可以和大陆搞所谓的军备竞赛 所谓呢搞这个继续的两边的这种冲突对抗 这个完全叫做什么 就是不自量力呀 你台湾海巡和福建的海警比一比 无论是人数或者是彼此船舰的这个盾位 还有数量通通不在一个量级之上 所以现在还硬要去不自量力 纯粹是要让这个冲突越来越大 那么你看到现在赖清德 他公布了520之后的行政团队 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到现在继续留任 就是管毕灵啊 我们知道管毕灵就是这个恶性撞传事件 无法善了的关键因素 他在那里啊 从一开始不公开相关的影像 到后来甚至恶言相向非常冷血 那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冲突扩大 那么一度也传出管毕灵 可能呢要准备去选高雄市长了 或者改去做教育部长了 为什么最后非得要让他继续 做海洋国员会的这个主委呢 很多人也在问啊 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赖清德 他明着要和大陆对着干 也就是你大陆越反对谁 你大陆点名批评管毕灵 我就越要留任管毕灵 透过呢留任管毕灵 来表现出我不向你大陆妥协的态度 我们知道管毕灵的所作所为 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来说 当然是非常恶劣的 可是对民进党支持者来说啊 看得爽啊 管毕灵赶河大陆对干啊 所以赖清德就在讨好这些民进党的基本交易派 你别说啊就因为这基本盘40%是雷打不动 所以赖清德这回才能够未过半 少数也能当选啊 你要知道当你权力基础越不稳的时候 你反而越会剑走偏锋 所以过去陈水扁时代是如此 陈水扁呢 他第一任只有这个三成多的这个支持度 他就要紧抓台图基本交易派 一边一国 要号召他的基本核心群众啊 蔡英文在面临到他要连任的时候 支持度呢一度低迷 他也是如此啊 抗中保台最后顺利连任啊 那么现在赖清德面临到立法院三党不过半 他更是要表现出 我赖清德和过去的陈水扁和蔡英文一样 都是敢于对抗大陆的 所以你们这些支持者务必站起来 保护我赖清德 对付那些啊 轻中卖台的国民党 还有民众党 因此啊我们知道 现在赖清德他表现出来的 就是继续呢 他打算要走啊 这个蔡英文抗中的路线 我们知道其实啊 这个恶性众传事件 还有包括两岸的僵局 会到现在呢 仍然无法解开 就是因为蔡英文下达了死命令 对大陆呢 是绝对不能放软的 在当初撞传事件谈判的时候啊 一度传出台湾方面呢 是有所松动了 认为说呢 用书面表达歉意呢 也许是一个可以做的事 但是后来蔡英文呢 他直接打电话给管卑林 要求这件事呢 就是绝不退让 甚至呢还要求派出 3000吨级的宜兰舰 去和大陆海警对质 你要知道啊 台湾海巡部门呢 手上啊 这个最厉害的呢 就是刚刚完工交船的 4000吨级的嘉义舰 这个3000吨级的宜兰舰呢 已经算是拔尖的了 所以蔡英文呢 他就是要死硬的 和大陆对干到底 那么现在5月6号传出 大陆海警又进入到 金门的境限制水域 蔡英文当局呢 立即也下令了 所以台湾的军方 马上出来说话 说呢必要时 军方呢也要支援 台湾海军和大陆海警 继续对抗下去 那么赖清德现在当然呢 你看他就是认为啊 配合蔡英文的路线 继续炒作两岸对立 对他也有利 所以他也不打算退让 但是我们要说啊 其实呢蔡英文的抗中路线 过去啊这个一用就零 那是因为当时美国支持 整个环境的配合他 可是现在啊 经过了8年蔡英文执政 有许多原本支持民进党的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现在越来越不吃 抗中这一套了 他们觉得你先管管 我的民生问题吧 而且啊这个两岸交流 原本还可以活络 两岸经济的 现在的经济不好 还要抓我们去当兵 这个得罪了许多 原本民进党死硬的支持者 尤其就是年轻族群 那么对台湾的旅行业者来说 当然也是非常的干 因为啊经过了疫情重创啊 本来呢期待说啊 赖清德就要上台了 这一般呢不是开门 总要有一个开门踩吗 赖清德总也要图个吉利吧 也应该希望营造一个两岸呢 有点春暖花开的气氛吧 总会表演一下呢 他也对两岸交流 有些正面的态度吧 结果呢现在呢 完全被蔡英文破坏掉了 明明就要下台的人还要搞一个禁止台湾旅行社 妇虏团 并且呢强势的要求撞船事件不能退让 所以啊很多人对赖清德越来越厌恶 那么赖清德也要去想啊 如果他真的想要跳脱 蔡英文对他的绑架 尤其就是透过两岸的紧张 让赖清德继续只能够依赖美国 依赖美国就等于依赖蔡英文 这是蔡英文打的算盘啊 那么赖清德如果他要跳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借着现在呢 大陆安排马英九 再到复昆旗访问之后 都释出了一些善意 也表达了两岸可以交流 路客可以开放的这个意思了 那么你赖清德就应该在520旧事演说当中 也有一些相应的投桃报李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既望赖清德 他会自己醒悟改邪归正 还得配合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那就是大陆势必呢 也要祭出对台独更加精准的打击的作为 我们知道啊 赖清德自称叫做务实台独工作者 过去呢 大家只把重点放在台独 而忽略了务实这两个字 既然务实啊 就表示赖清德也会察觉啊 他也会去感觉到这个压力 如果呢够大了 他就要转弯呢 所以我们说呢 过去呢赖清德 他是一路小心翼翼的这个精算 才终于从一个啊 这个穷人家旷工之子 一路熬熬熬 熬到成为这个领导人 坐上大位的 赖清德 他是非常会精算的 他和那个呢 有的时候啊 就是呢 我不干就是不干 我不配合你 就不配合你的蔡英文 是不一样的 比起大小姐出身的蔡英文 我相信啊 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 他是更加务实 也就代表着更加容易转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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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